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更加多了新移民与新的生意 加上double tea 及迷糠 大约有多少人口的迷糠 应该多点 我相信现在华uro比以前少了很多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60年70年代 大约有10万人在华uro中心 现在跌越浊 我相信很多居民已搬出 華埔變化這十年來有什麼明顯變化 明顯變化多了幾棟新樓 多了很多店舖 漸漸將門面改良了 大家看到很多老華僑的時候 那些叫做粵菜 漸漸現在多了很多北方的食品 通常華埔就參一餐 參一餐就是中國文化的發言地 或者是集地國 現在還是否可以保留到中國文化 我相信也可以 因為大致上來說 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會更改很多新的東西 但我想很多人會保持我們以往的色彩 至少要母親相依住在山中養雞為生 跟早母親 換葡萄紙参佛 家中寂我一人 我又打理家務一會吧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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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